性概博各星医疗中心日前就加州全保计划的最新进展情况 举行了座谈会 提醒南加州人如果在2月15日之前 已经办理加州全保的逐步手续 并在20日之前完成申请 仍然可以享用加州全保 各星社区中心13日在性概博举行记者会 并邀请加州全保执行总裁利比特 加州全保执政登记员杨邓佩霞 到现场介绍今年最新的情况 利比特介绍表示 平均每10位申请加州全保者 就有9位获得政府的保助 2014年 共有94.4万人登记了加州全保 他们可以透过更新手续 继续在2015年获得健保 各星医疗中心总裁李慧强牧师表示 各星在2014年加州全保 以及白卡申请的数量 在华人社区中排名第一 他希望各星能够在2015年继续为华人服务 在去年2014年 各星的办理Cover California和白卡申请 是全加州第五多 而华人当中是最多的单位 希望我们可以帮助你 如果你的收入是在这个界线的底下 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据解绍 虽然15号是投保的最后一天 但申请白卡却没有截止时间 随时都可以申请 若有家庭收入低于投保加州的下限 则可申请白卡 标准是个人年收入在46,8880元以下 两个人年收入在62,920元以下 三个人在79,160元以下 四个人在95,400元以下 五个人在11,640元以下 据了解 2月15号前已经办理逐保手续 并且在20号前完成的申请者 可以享用加州全保 白卡申请者则没有时间限制 截止日期后仍然可以申请 但却得不到政府的保助 若2015年没买建保 全年侧罚款325元 小孩162元5毫 或者是收入的2% 以较高额计算 如果能够在3月底前购买建保 则可避免罚款 否则以每个月计算罚款 有关长情请与各星社区中心联络 天下卫视记者陈明延 创方报道 接下来